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非常遥远的小山村 它距离中越边境不到30公里 这个村的名字叫做温江村 其实这个村却没有江 仅仅是有一条小河 它被层层的山卵和贫穷包围着 但是并不影响它出名 它出名是另外一个代名词 叫做砍守党村 2000年到2011年 这个村子有一百多个青年被捕或者是被毙 他们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抢劫 砍守 入狱 他们所作案的地点也非常的相似 都是在广东省的几个城市 比如说广州或者是深圳 这是他们打工的地点 他们本想在那里改变自己的命运 脱离贫穷 但是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在那里改变的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片子 来了解一下更具体的情况 经过一道道曲折的山路 记者来到了上云乡温江村 温江村下属十个屯 屯被群山环抱 8月中旬正值夏季三福 阳光照耀下这里的颜色格外细精 对民们刚刚忙完了玉米的收割 年长得在田间地头放羊放牛 不特殊强调 这里就是个普通的山村 平静而美丽 而又在十年前 山村的平静突然之间被打破 冲进来了 冲进来就拿着枪 拿着枪就对着我 还有两把刀 要可能一刀 握住我们的眼睛 还有嘴巴也全部给它封上 他们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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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处死刑 在2000年到2001年间 温江村在外 抢劫犯罪被捕 被毙者有100多人 所在上映乡 保守估计不下300人 10年后 入狱的陆续出来 时间让往日里 犯下的错变成了过去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当年入狱 出狱的上映乡人 有很多在这里打工 他们的状况千差万别 也有不同的故事 我之前就是 在里面的 现在我想打工 我想打工 一天下去 也就没有什么用 因为现在你说 你去 之前我看出来的时候 又是 又是 又是什么 想做生意 没本钱 去贷款 又来付息息 先领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领问了 有什么办法 回家这一个月 赵明山倒也没有闲着 他正打算 开一个治疗风势的店面 前些日子 他认识了一个 来自广西德宝县的朋友 跟他学了几招 他觉得 这是他自己未来讨生计的一个好门路 不过赵明山知道 开风势推拿店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的 需要一定的医药自治 赵明山没有这个自治 所以说的不好听 因为有点违法 不是说去犯法 说违法 我是可以去做 比如他呢 去治疗那些 我都想打算去开了 治疗 很多东西是这样的 不可能完完全前 按那个法律规定来走 这么说 但是我可以 可以违法 不犯法就可以了 违法不犯法 怎么样才能违法不犯法 违法可以 不算说 犯法必须要做老 但是违法不一定要做老 我懂你意思 就可能一些边缘的 您觉得还是可以去 比如现在我开那个 我上面就不见顾下了他 但是我要去开的话 也不犯法 就去做 但是违法 可能您是会有人来 来封闻啊 或者警告啊 对他啊 您对这些觉得没有关系 就让他来警告好了 嗯 但我怎么见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之前我跟人家学过 您学过啊 那你没想过去学一些 不犯法也不犯法的一些生意 但是我们没有碰到那 就会的 嗯 十几年的监狱生活结束之后 还是说出了这种 违法不犯法 这样的带有他自身逻辑的 这样的话语 让我们觉得还是挺惊讶的 那么接下来 我想联系一下 我们到实地采访的记者 王者凤 来让他具体谈一些感受 王者凤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王者凤你好 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和一个记者 我很想来问你一下 就是说当你走进这个村子 又带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这是一个出了这么多犯人的 这样一个村子 你当时心里紧张吗 害怕吗 有没有过一些想象 或者是担忧 去之前肯定会做过一些功课 知道这个村庄是非常偏远的 但是实际到达那边 它现在这个偏远会 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它本身距离南宁大概 这个温江村的县城 天本县距离南宁大概有 240多公里的路程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开车到 三个小时左右 你到了村庄 温江村本身距离县城 在40公里 然后距离越南边境 在30公里 这样一个偏远的村庄 使得它的交通非常不便 然后当地也会非常的闭塞 所以因为交通闭塞 然后当地又非常偏远 当地的情况是非常的贫困的 当地村民说除了石头 就是山 除了山就是石头 所以当时的村民 很多人想赚钱 只有两种途径 一个就是去旁边的猛矿 去挖矿 另外就是外出打工 主持人 也就是说 当年这个村子之所以 出来这么多的罪犯 贫穷是他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的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都已经完成了 他们的这个 担负的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惩罚 到底在当地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 可以改变 也伴随着这样的一些岁月 能够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些好东西 其实这次在过去的时候 发现跟十年前相比 当地的贫困状况 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很多村民的家中 依然都是跟十年前一样的 没有经过装修过的 一些非常破旧的 有很多列宫的一些专房 甚至于一些村民在当地 他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也并没有改变 每天只有种地 然后就是晒太阳这样子 那当然村中的道路会有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善 现在村庄内有十个屯 十个屯内的道路都已经通了 所以说是可以通车的 像十年前当时只能经过一些扑行 或者是摩托车 二轮车这样的一个省段 能够进行村庄这样子 那对于当地的一些村民来说 其实我们这次过去 发现很多人对当年的很多事情 还是比较的避讳的 他们并不是非常愿意去谈过去这些事情 当我们问到 对于那些已经出狱的人的时候 很多人也都是回答说 对 就是出来了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具体谈一谈 他们还是并不是那么愿意的事情 好的 谢谢王哲峰 谢谢 刚才我们的记者简单地谈了一下 他在村子里看到的一些景象 包括他的一些感受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件事过去之后 我们还要反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这样的触目惊心 以一个自己的乡村 百人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组织 来进行犯罪 还是非常震撼 那么大家就会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 宋教授 刚才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看到了 这个记者采访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首先它的内因 就是因为这个村子 这个山村 整体经济状况比较差 比较贫穷 可以说在这个犯罪内因和外因之中 内因就是经济落后 贫穷 这是一个内因 外因呢 我个人感觉到 这个相对而言 由于经济落后 导致了它这个文化教育 法治教育水平 并不高 这是一种外因 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 结合的因素 导致了这个这么庞大的犯罪团伙 集团的产生 另外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这些犯罪的年轻人 他们80%只有小学毕业 甚至是 可能也就是小学都没有毕业 也就读了二三年级 因为他们被捕的时候 签名还都不行 那么经过了这十几年的 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呢 那里的小学 比我们的其他学校的小学生 更好一点 就多了一门法治课 可能对于大家 没有办法来想象 这种偏远的贫穷的小山村 法治观念非常淡漠 其实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 依然还存在 实际上这个 我们说犯罪 它有次文化 这个小山村里面 之所以会出现 大家不把砍手 当作是一个很令人发指的 很触目惊心的 一个犯罪的这些事情 甚至把它当作一个 谋生的手段 本身就说明了 在这个小山村里面 犯罪的次文化 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种次文化形成呢 当然一方面我说 我非常同意 刚才宋教授的说法 跟这个法治观念的教育 有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要说的就是 我们要说它的犯罪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没有很好地 与打击 与威慑 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犯罪 它并不是跟它的 惩罚程度有关的 我们说抢决 是一个很重的犯罪 但是有些抢决 确实很难抓住 比如说 砍手这个犯罪 它在一开始 在广东出现的时候 因为它作案的 手法非常快 而且它不是摩托车作案 抓获率非常低 所以可能打击的力度 也不如我们想象 那么落后 那么回到村子里面 他就觉得 这是一个犯罪手段 我觉得最 他们可能没有认为 是个犯罪手段 可能还认为 是一个发财致富 以暴力来求的 生存的一个手段 所以他们都有顺口溜 说一年打工 两年抢劫 三年回家 组团出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犯罪 对 因为相对于一般的 我们的打工 包括我们的干活 这种正常人的工作而已 我们从事这种 边缘地带的犯罪 甚至是这种 这种暴力犯罪 它的违法成本相对低 然后它的获利相对高 其实让我们更感到 不乐观的就是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提到的 内蒙的盲警作案 其实也是有着 共同的类似之处 就是边缘 贫穷 村子团伙作案 甚至这是一种 义气 是一种共同发财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们也觉得 就是在当地 甚至我们看到 有村之书 他自己的孩子 包括他的亲戚 都走上犯罪的道路 那么底层 也就是说 以村为组织的 他们的这种监管 其实也是毫无力量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压力 下放到村集 让他在萌生之中 就可以扼杀在最最基础的时候呢 刚才您说这问题 我感觉到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 如何把国家的有关的措施 具体贯彻到基层 现在的话 可以说 特别是一些比较贫穷 偏远的山区 或者落湖地区 这方面的力度 做的力度不够大 为什么呢 这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 刚才讲到经济因素 我们国家 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 或经济基础 来支撑到 特别偏远的地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但是我也看到 他们这个村子里 刷了很多标语 大家都知道 标语是乡村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 他们有这个意识 你看他们写的是 扶贫先扶智 智穷先智瑜 他们也认为 就是说 增长知识 增加文明 可能是脱贫致富 首要的一个任务 对吗 对 但是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这仅仅是表面上的 形式上的 比较浮浅的 一种标语式的 一种这个口号 深层次还在于 他没有这个经济基础 来支撑 他这个宣传口号 我个人认为 如果这个经济基础 上去以后 一般正常的 年轻人而言 他不会把犯罪 作为一个陌生手段 所以呢 这个最 最基本的 最基层的东西 基础的东西 就是这个经济基础 落后 无论你怎么宣传 但没有这个经济基础 来支撑它 也是达不到 这种宣传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看到 这些人犯罪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是走到 城市的这个打工者 那么我们可能 也会想到 在十几年前 在劳动法 还没有完全的 修正出台之前 可能对于 打工者的一些保护 包括这个城市 对他们的友善 可能也存在着 某些诱因 那么我们呢 稍事休息 休息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片子 既然他们已经 完成了法律 对他们的惩罚 回归社会之后 他们又应该 怎样开始 自己的人生 如果说整个的 犯罪的土壤 没有改变的话 他们还会 走上犯罪之路吗 十几年的服刑 应该说是在人生当中 是一个不算短的时光 而且都是在 他们的青春岁月里 这十几年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具有着 这种岁月的 催催催催催这个感的 为什么说如此的摧残呢 比如说他们当中 有很多的父母 都已经失去 曾经的妻子 也已经离婚 还有很多的孩子 不再对他们相认 现在他们终于 回归了家乡 家乡的山水没变 生活也没有改变 那么他们 如何来走未来的路 我们继续来看片子 广西风景很美 上映乡范围内 上美村 广园村 陶永村 温江村 莲家村 满目绿色葱龙 只是 田间劳作的多是老人 喝间西耍的多是孩子 更多年轻人 一心往外走 只是往外走的路 不那么平坦 这个坎手打世界 造成我们这边的老乡 就是体部 就是说在这边的话 工作或者生活 都遇到困难 尤其就是说 有些工厂的话 因为我们天等人的话 在这边进场的话 都是工厂比较低 然后又有种法力 然后跟老板 有一些过节的话 就是使用暴力来解决 然后造成的话 就是说工厂的老板 就是说不信任我们 这个天等人 所以后面的话 就被打出一个超白 就是说工厂不招 我们天等人 阿彪的话 他那种 这种做事风格 我还蛮喜欢 很实在 实在地做事 就不偷了 从不偷了 您会建议他 因为可能有些老板 觉得员工 如果曾经服过行 就经过监狱 可能会比较建议这一点 您会觉得 这个我不建议 为什么呢 人都有过去 对呢 现在来讲 他们没有多成功 但是现在 再往那方面走 会有以前的一些朋友 再来找你吗 有 但是也就是 找来一下 聊聊天 聊聊聊聊聊聊聊 就不会说 赵大哥 我们再去干一票 不会有这样子 大家都是经历过来了 没有 玩不起 从头带来 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更加的困难 一个是他们背负着 曾经是一个犯罪前科的 这样的身份 而且周边他的亲人 也都成为是一个服刑家属 这样一个身份 生活在自己的周围 那么曾经呢 他们有一句话说过 打工苦 打工累 不如混个黑社会 那么现在的生活 依然还是很苦 如果想过得更好的话 依然还会很累 那么他们愿意付出吗 当他们愿意付出的时候 谁愿意接收呢 我再来联系一下王者凤 看看他们到底是 在新生活当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王者凤 他们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呢 在一切都没有什么 太大改变的情况下 今天所有的出力人员 都非常坚定地表示 他们想要重新开始人生 即使去捡垃圾 都不想再去走回头路 但是这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艰难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 因为过去的福安记录 以及行事犯罪记录 无法在一些正规的大工厂 找到工作 于是他们只能去一些 更拼远的小厂找工作 因为一些小厂 他们没有办法得到 非常正当的劳动保障 很多时候也会遇到 一些比较苛刻待遇 但是为了能够 在城市当中生存 他们很多人也就选择了接受 当然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他们甚至无法在一些 小厂找的工作 因为去小厂找工作 也是需要一些关系 所谓的关系 可能就是一些老乡的关系网 或者是一些朋友介绍等等 当一些人没有得到 这些关系的时候 他们甚至就没有办法 在城市中找工作 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乡村 那回到乡村 他们很多人 等于又再去等待一些 种田 养鸡 养猪 这样子跟十年前 没有任何变化的生活 所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 还是希望去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他们也比较迷茫 不知道如何去得到这些帮助 好的 谢谢 我们来请教两位教授 刚才我说过了 就是他们的生活 其实是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 我们觉得很害怕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在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新的生活之前 那么他们的日子还会像往常一样 让他们重新犯罪的这种几率到底有多大 我们知道二次犯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很多的刑事案件当中 其实并不少见 刚才您讲到这个二次犯罪率 甚至是三次犯罪率确实很高 这个据有关资料记载 特别是近几年 有的省市二次犯罪率或者是多次犯罪率 甚至达到80%以上 即使放在全国范围以内 我个人通过资料检索 发现大概超过15%以上 就是再犯率 所以的话 我个人感觉到 在相应的客观条件 没有发生跟美性变化的前提下 这些人存在着一定的再犯 或者重犯的可能性 蔡教授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在法律方面 并不是非常了解 刚才说到客观的条件没有改变 他们很有可能在犯罪 但是我更想问的就是 如果他们的生活真的改变了 比如说他们真的有幸福家庭 他的收入也能够支撑他的生活 他就不会再犯罪吗 因为我们知道 犯罪是有他的一些人格特征的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 看守还带有一定的凶残性的 这样的一个案底 我们新法上有一种 概念叫长叶犯和长袭犯 也就是说有一种犯罪 它就是以此为业的 有一种犯罪 它就是以此为习的 那么对于长袭犯 我们要改变它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它是有人格障碍的 但是我们本篇里面看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长叶犯 它是以此为业的犯罪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如果能够解决它 这个求生问题的话 谋生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犯罪的几率 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说一个犯罪的再犯率 我们一般看它出狱后的五年内 如果五年内 这个人不再犯罪的话 其实它再犯率的几率就很少 不过我比较不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似乎认为贫穷就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那我们它的物质基础没有改变 我这个人就可能会继续犯罪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像刚才的几个出狱以后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并不想犯罪 实际上我们给他形成了一个火炉效应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砍手抢劫 他是在刑法上能判十年以上 甚至死刑的犯罪 有了这几个先例在前面 有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前面 我认为他实际上 他意识到这个犯罪成本非常高以后 他可能并不会再次选择这种手段再去犯罪 但是他刚才提到一个 我会选择违法但不犯罪的手段 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警惕 很危险 对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有一种 有个术语叫双失青年 什么失学失业青年 我们一定要或者以学业 或者以工作来占据这些人的生活 否则的话这些人非常 但是片子当中 我们的记者调查也显示出 就是他们再去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是很难的 因为包括大城市小城市 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案底之后 可能在接受上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甚至也会设很多的条件 可是我们也设想一下 如果在我们的身边 曾经有一个重刑犯 那么我们也是很恐慌的 然后在我们的社会上 重刑犯再次犯罪 我们也都是看得见的 这是怎么改变的 一方面我们是希望 他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工作 你安心不要再犯罪 但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又认为 他可能就是一个电视炸弹 在某一个时刻 可能以犯罪的手法 或者以暴力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又是他长选的一个动作 怎么来解决 在法理上也好 在情感道德上也好 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呢 我们刑法上第一百条 要求这些有前科的人 在就业的时候 要如实报告自己的前科记录 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他的就业 但是这里面非常有一个悖论就是 我们到底是想解决这些人就业 还是不想解决这些人就业呢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个问题 我们要关注这些人 关注这些人回归社会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说你是用工老板 你又会本能地把这些人拒绝于 这个就业渠道之外 很多人会对这些人产生歧视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群体的关注 我们不能要求 我们作为用人老板 要对这些人 老板你要提高这个意识 法律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制 你这个单位必须要接受犯罪前科的人 对 所以我们其实像美国 它就有政府需要这时候就要站出来 它有假释官站出来 帮助这些人 在政府的特定的岗位上就业 安排就业 甚至由政府跟特定的企业签订合同 你这些企业用这些有前科的人 我就给你减免税收 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你叫个体上 我作为一个老板 我来专门用这些人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有条件的 或者是采用某些有限制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手段 来让这些人就业 甚至是能够帮助他 可能在某些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暴力 或者犯罪苗头呢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刑事政策学上 这个角度上而言 我们可以谈到一个叫做 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一方面 就是尽量在刑事立法方面提高 这个入罪的门槛 比如说不能随便就入罪 入罪以后的话 本身监狱就是个大染缸 进入监狱以后 它本来是一张白纸 但是入狱以后 它就成为一个犯罪的老手 其实这个监狱呢 也具为这个培训教育犯罪 这种功能 一般不能入狱 就是在我们这个立法 这个允许的清理下 监狱不是改造人的地方吗 不是一个非常合适 改造人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的观点还叫做 轻轻重重的重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于累贩 我们可以采取加大的刑法 让它长时间 与我们正常的社会隔离 就是这种说法呢 虽然有些极端 但是在美国一些州 确实要采取这种方法 美国一些州 叫做三政处与法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社会 包括大家的观念也好 或者是现实当中的一些例子 告诉我们也好 意识的改变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重刑犯 或者不可饶恕的重罪 我们都是很难改变 有一个改变是非常快捷的 而且应该是有效的 那就是来自于家庭 对于他们首先的这种原谅和接纳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人出来之后 有的妻子离开 有的父母非常的恨 有的孩子也是因为情感上 就远离了他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呼吁 他们自身的家庭 先给他们营造一个 相对的比较温暖的怀抱呢 是的 应该说这些人 在接受过刑罚的处罚以后 他们应该跟我们一个正常人 是没有区别的 按道理说 他是接受过刑罚处罚以后 他在道德和法律上 都已经还了财了 还了对社会的财了 所以说我们 当然我们是希望 他的家庭来原谅他 甚至我们要求 社会上每个公民都原谅他 这种宽恕是很难的 也不能够是要求的 对 但是 那我们作为一个孩子 来说 我们会是一个孩子 希望 我们会是一个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